在与波兰和立陶宛总统举行的联合发布会上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再次表示 希望俄罗斯能够提供明确的安全保证 作为两国结束对立的关键步骤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 敦促各国利用严厉的经济制裁 强烈的讯息和积极的外交手段 阻止俄罗斯进一步的行动 乌克兰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同时敦促在俄罗斯的本国公民尽快撤离 23日当天距离俄罗斯边境仅42公里的乌克兰工业城市哈尔科夫 开始部署大规模警车和装甲车 总统泽伦斯基此前曾表示 哈尔科夫是俄罗斯可能发动攻击的目标之一 美国一直认为俄罗斯已经做好最充分准备发动攻击 而俄罗斯则一再否认有入侵计划 与此同时俄罗斯已经开始撤离驻乌克兰使领馆的外交人员 同一天包括外交部在内的乌克兰多家政府机构的网站 再次遭到网路攻击而瘫痪 同样遭到攻击的还有乌克兰国家银行等多家银行 上周二乌克兰国防部等政府机构和银行 曾遭到大规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美国当时只认俄罗斯应该对网路攻击负责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导 好 好 感谢观看